刘比謝京州,一去沒有回頭 今時今日,這招不成功了 日前新兼立法會和行管會主席的梁君賢建記者 說行會已經拼取 向早早早早早已經被DQ的梁仲恆和尤惠貞 追套他們的議員酬金和預支款項 成為每位93萬 再加利息和仲費 納稅人的錢,撕開每一毫子都有血有淚 給他們倆勞也沒聲 加上拿走了百多萬 全港市民都氣得嘩嘩聲 現在行會出之有行動,追回數目 真的要拿20元去吃牛雜慶功 事實再一次證明,邪不能勝正 搞事分子想入議會散播港獨 還要不尊重國家,宣誓時亂來 被DQ合情合理 不是議員自然不能收工 但他們拿了工資不止 還要預支一堆津貼 死都不肯交出來 現在好了,行會落order追訴 不是你的,始終不是你的 還錢吧 被追訴的不止良猶兩件 立法會的臭彈三人組 許智峰、陳志全、朱凱迪 因為用惡臭物品弄髒會議 都會被追討清潔費 成為許智峰52萬 陳志全10萬 朱凱迪又是10萬 聽到這些消息 雖然今天三十多度 但心裡都爽爽豬 最後再說一句 無論做過什麼壞事 一樣要玩